迷你世界中的沙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boss 他的名字叫沙虫 他的道来伴随着狂风暴雨 但是沙虫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非常害怕的人 他根本不敢进攻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人他是谁吗 如果在迷你世界中也来到过沙漠地图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顺着沙漠向里走 就会看到绿洲 这里有一群居民 并且这群居民的外侧 我们就可以看到沙漠的boss 他的名字叫沙虫 并且沙虫浑身上下 都是红色 但是我们人类可以双武器将沙虫击败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 就是此时 沙虫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击败以后的沙虫 它会掉落一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官方大大的命名 它的名字叫做沙虫炮 并且这个沙虫炮拿在手中 非常的威武霸气 但是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这个沙虫炮它出现在了熊孩子的手中 并且沙虫只敢看着熊孩子 但不敢进攻熊孩子 并且这个沙虫炮对的就是沙虫 所以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迷你世界中的沙虫 它最害怕的人就是熊孩子 不然它为什么不敢进攻熊孩子 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 不敢进攻熊孩子